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2年不到16岁的舒淇连中学都没上完就主动退学了 为了能够活得更好她开始想帮设法的赚钱 那段时间她到餐厅做过服务员到露相厅当过小妹 还在街上摆过卖衣服的地摊 虽然辛苦但她依然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从小被认为是丑女的舒淇 舒淇在逐渐的发育成熟后 身材优势开始凸显 颜值也发生逆转 很快她就被星探挖掘 找到了一份平面模特的工作 在模特公司 舒淇认识了小太妹林心如 此后抽烟喝酒打架飙车 通通都少不了林心如的份 然而有仪的小船 也从那个时候起 一直漂流到了现在 舒淇轻月的这家模特公司 舒淇主要专注于泳装和内衣领域 免不了要拍一些尺度大的照片 为了保护模特隐私 公司问舒淇要不要改一下名字 舒淇说想取一个文雅一些的名字 公司便在《琴棋书画》中 取了舒淇二字作为她的一名 这组照片间接地推开了 舒淇演艺事业的大门 此时舒淇生命中的 第一位男主角柯俊雄霸气登场了 这一年这位电影《皇帝在万花丛》中 已经飞了16年 虽已经年近50 可爱美之心仍不减当年 此时的柯俊雄在台湾 可是只手遮天 在黑白两道之间 常常是横行霸道 连大哥向华强都不敢得罪他 可想柯俊雄要是想得到 一个小小的舒淇 自然是信手拈来 柯俊雄在杂志上看到 舒淇的写真后甚是喜欢 于是开价10万台币 把舒淇签到了自己的公司 傻乎乎的舒淇 并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 还以为真的要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呢 1995年 在柯俊雄的安排下 舒淇拍摄了第一部电影 林雨玉 最初男主角并不是柯俊雄 但到了影片拍摄中间 作为导演的柯俊雄 按耐不住 直接把男主赶下来 自己上阵 于是便有了影片中 酣畅淋漓的演绎 林雨玉一发行 舒淇果然活了 市场反响 空前热烈 引起王金注意 要把舒淇 迁到自家门下培养他 但是柯俊雄舍不得摇钱术 索要500万天价赎生费 想而王金智男而退 但却被王金抓住柯俊雄 签约未满16岁小女孩 这个大漏洞 让王金白白简陋 之后在王金的精心打造下 舒淇拍摄了多部经典数字集影片 她性感的形象 保存在了无数宅男的电脑里 成为了新一代的硬盘女神 同在这一年 导演耳东升集合了张国荣 莫文蔚等人拍摄电影《色情男女》 在王金的推荐下 舒淇扮演了一个 为求尚未拍摄大尺度影片的 模特孟娇 在拍摄过程中 张国荣经常给舒淇讲戏 告诉他 你不拖也可以演好戏 结果电影一上映 舒淇凭借此片 获得了当年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演员奖 充分肯定了她的努力 在领奖台上 舒淇扇然泪下动情地说道 我很想成为像张曼玉那样的演员 不希望被大众称作为性感游物 于是她丢掉之前的所有资源 努力尝试转型 1997年电影《甜蜜蜜》风靡香港 剧中不光张曼玉的表演让舒淇膜拜 男主黎明也让她着迷 这一年舒淇争取到《不理之城》的片约 这让她兴奋不已 因为与她搭当的男主角就是黎明 黎明儒雅帅气 正是舒淇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而22岁的舒淇 身上仿佛也有着一种魔力 无时无刻地吸引着黎明 电影没拍完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可正是事业顶风期的黎明 对外总说 两人就只是朋友而已 可毕竟只包不住火 两人恋爱的消息不经而走 黎明的粉丝得知后 组团痛斥舒淇 还扒出很多舒淇的黑料 说她配不上黎明 黎明的父亲得到消息 也当众表态 你在外面乱搞可以 但绝不允许跟这个女友有半点关系 于是他们把恋情转到了地下 即使仍备受争议 即使黎明在外依然绯闻不断 但舒淇一直没有放弃 她想要的结果很简单 就是结婚 但从22岁到29岁 舒淇等了7年 却始终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结局 之后乐接儿的出现 才彻底打碎了舒淇 这个不切实际的梦 很多年后 精心问黎明 请问你最欣赏的女人是谁 黎明坦率地回答舒淇 想必黎明是真的爱过的 只是缺少了面对舒淇从前的勇气 2005年 刚刚与黎明结束七年感情的舒淇 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 此时张震如一道温暖的阳光 射入到了舒淇的生命里 两人因合作电影最好的时光相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餐厅 虽是初见对方 却毫无陌生感 临走两人还互相留了小纸条 期待着合作的开始 两人在剧中合作默契 很多人猜他们是假戏真作 据说第一次拍吻戏 两人就忘情地停不下来 导演喊咖都没听见 以至于停下后 他们发现导演和摄像师 已经无聊地在旁边抽起了烟 在吴宇森导演监制的天堂口中 舒淇和张震再次合作 关于他们的绯闻更加沸沸扬扬 网友甚至称 他们是最有夫妻相的明星情侣 舒淇在接受采访时 也曾大方表示 如果张震主动追求她 她一定会答应 怎奈郎友情且有意 却始终敌不过世俗的眼光 张震出身台湾名门 家里人对舒淇的历史了如指掌 父母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女人 成为自己的儿媳 所以舒淇的爱情 在经历了短暂的光明后 再次陷入了黑暗 多年后在张震的婚礼上 新娘点名要舒淇 接过她手中的捧花 舒淇当场哽咽痛哭 后来在电影刺客 聂娘的发布会上 舒淇调侃张震的那句 可你还不是娶了别人 至今让人唏嘘不已 最好的时光 这部电影让舒淇获得了第4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在灯光璀璨的颁奖台上 舒淇霸气发言 一定会把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 那些历史带给她的伤痛 她会慢慢抚平 她要用实力证明自己 夺回那些失去的尊严 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美好的爱情 但这条路注定不会是坦途 2006年3月 王力宏主动邀请舒淇 担任自己MV第一个清晨的女主角 二人如干柴烈火般迅速相恋 但在王力宏母亲的极力反对下 两人恋爱不到一年就分手了 之后的几年 舒淇不再为感情投入时间 把重心全部转移到了事业当中 直到后来舒淇遇到了自己的王子 这个人就是偶像男神冯德伦 两人其实早在拍摄电影美少年之恋时 就已经是相识 后来又兜兜转转走到了一起 而冯德伦早年和莫文蔚 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遗憾相恋九年无解而终 2009年左右 冯德伦和舒淇的恋情渐渐被曝光 多次被拍到一起约会和旅游 直到2014年 舒淇才大方晒出了和冯德伦的一张合照 随后经纪人也跟着承认了两人的恋情 两年后 两人低调结婚 成为了守护一生的灵魂伴侣 而且他们的婚事特别朴素 礼服也特别简单 没有婚宴 没有宾客 极其随性 那一年 舒淇正好40岁 终于将自己完整的嫁了出去 收获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结婚后 舒淇依旧像个拼命三娘 继续努力拍戏 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2021年5月份 舒淇突然发文庆祝自己获得自由 看得网友们心里一咯噔 难道女神的婚姻有变 没想到接下来 舒淇话风一转 开始欢呼起来 表示自己很享受没人管的时光 很快 冯德伦在评论区回复 谁管得到你啊 七哥 网友们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两个人打情骂俏呢 没想到 猝不及防被秀一脸 在没有结婚前 舒淇曾说过 自己不愿生孩子 原因是社会太恐怖 后来 与冯德伦结婚后 思想慢慢发生了改变 也谈到生孩子的事 不过舒淇透露 孩子是很神圣的 上天给的礼物 顺其自然 不过因为早年身体没有养好 所以要先调理好身体 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才想要生孩子 舒淇因为早年拍戏 她劳累 没有将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所以舒淇并不是不生孩子 而是舒淇曾表示 按照习俗 有孩子前三个月是不能讲 自己又不想说谎 所以请求大家不要问孩子的事 事实会告知大家 最近舒淇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冯德伦的照片 并配文表示 一回来就喜气洋洋 之前因为疫情 舒淇在内地工作 他们已经两年没见 如今终于与老公团聚 舒淇在第一时间 就晒出二人的恩爱日常 照片中舒淇的手里 还握着三个红包 可能是冯德伦为她准备的惊喜吧 看来之前的时不时传出的婚变新闻 都是空穴来风 人家夫妻俩甜蜜得很呢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六年 可感情还像在热恋期一样 从问题少女到知性女神 舒淇用坚韧缔造出了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神话 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感情上也寻得了完美的归宿 虽然过程坎坷 结局却很完美 如今已经46岁的舒淇 活得愈发简单通透 即使过境千番 从她的眼睛里 依然能看出一种清澈的美好 任何人都不能给你一辈子的宠爱 能毫无保留地爱你的 只有你自己 女人越独立 活得越高级 唯有独立的人格 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尊严和底气 敢于只是过去的不堪 更敢于接受未来的挑战 生活本就该无所畏惧 何不任性地只做自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